话说 韩国开天辟地 有一位老人 忽然一只 出现 事情还得从这盆草莓说起 摘下的第三十三天 蒸着62小时没吃水果蔬菜的我 很心下淡了81块钱的草莓 在消极等待了24分8秒之后 我接到了外面园的电话 四妹 81块钱的草莓 绝不能浪费 不如创意一下 把酸的做成甜的 把圆的做成方的 嗨 主要还是咸的 先给草莓做个热敷的温水SPA 有助于面部脚质软化 毛孔张大 哎呀好舒服呀 再用尖嘴的细胞甲 对准黑头向下挤压 控制力度向上提拉 紧致的肌肤红润有加 手法娴熟绝不留吧 去一次黑头久久吧 你心动了吗 最近要我做龙荫草莓的评论 大概有2000多万条 我家没有专业设备 但是可以勉强做出个龙荫草莓 D 没事吧手下不是什么都有吗 先给它剔个光头 把发根修剪得干净清爽 在那个高温护里深层滋润 用裹酒具油 发丝光泽迷人 撒上糖霜 抓出蓬松质感 亚光的纹理层次分明 风干6小时 持久定型 这你们的做头发 用机器烘干 要把酸果肉做成甜果冻 得先把草莓切成小块 长这么大还从没吃过五子草莓 加糖使劲加 静置一碗后 取15毫升精华果汁 之后会有用奶 取草莓倒入锅中加热 挤入柠檬汁调味 这时候草莓自己都没有发觉 原本酸涩阴郁的她 转眼之间 酸酸甜甜 柔柔绵绵 宛若阳光少女微笑的容颜 淡淡淡淡淡淡 原妙不可言 加点开水凑成果汁 滤掉口感粗糙的果渣 留下顺滑粘稠的果浆 加吉利丁凝固成果冻 放入冰箱冷冻过夜 第二天切成方形的小块 只做果肉夹心太没创意了 所以我提前准备好了一块芝士 加入酸奶和柠檬汁 还记得之前留下的草莓糖水吗 把它和吉利丁混合之后 再放进芝士里 就有了清新的水果风味 再加点淡奶油提升香浓的口感 草莓味的芝士夹心完成 为什么要和芝士搭配 因为 纯甜会腻 太酸出气 当清甜的草莓与浓郁的芝士相遇 便谱写出情歌般的动人旋律 拿出之前过滤剩下的草莓渣渣 加开水和糖 加吉利丁 待温度湿度粘稠度 亮度厚度柔软度 都完美合适的时候 屏住呼吸 凝住气 四面八方 裹紧密 说好的四面八方呢 再来一次 屏住呼吸 凝住气 屏住呼吸 凝住气 四面八方 裹紧密 看着 是不是很容易 其实 脱模扣坏了三粒 上则失败了四粒 还有刚刚废掉了那一粒 只有九分之一的合格率 要是开店 肯定倒闭 接下来真的不能再翻车了 在草莓表面 开个小洞 再把草莓籽种进去 千万不能太用力 要是戳穿了表皮 就白费三天的努力 丢人丢脸 丢硬币 收获满屏 下次一定 下次也不一定啊 7200秒之后 养眼昏花 精神恍惚的我 终于填完了真正 250粒草莓籽 刷一波250 刷一波辛苦好吗 最后带上我精心打造的潮流发型 这不就是草莓本梅 方 梅梅吗 我设法想方 费尽百尽千方 才把草莓做得如此 落落大方 虽然我从四面八方 收集来的祖传秘方 不会一笑大方 阴阴艳艳 脆脆红红 处处融融恰恰 脆脆咸咸 甜甜酸酸 个个正正方方 好工整啊 自然界几乎找不到天然的方形 犀利的棱角 原是人类的本性 而残酷的现实 将我们的棱角 慢慢磨平 我们一天天 圆润肥猛 不是 圆滑世故 我们一天天 圆滑世故 精明冷酷 弱小无助 又敏感易怒 只有享受甜美的食物 才能感觉 自己被温柔地呵护 滑嫩的外皮 裹着草莓的微酸 单纯而清澈 粉嫩的芝士 吐着暗暗的幽香 含蓄而羞涩 过热的夹心 嵌起轻盈的回甘 温和而炙热 干燥的叶片 挂着蓬松的糖霜 甜美而快乐 我花了整整三天 把草莓做得如此美味精湛 全都是为了 骗你点赞 爸